大家好 我是小杜 战场上的情形瞬息万变 炮弹满天飞 子弹到处跑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 一不小心就会丧命 战场上的士兵都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一有风吹草动就火力伺候 所以很多时候军队在作战中 都有可能发生误伤自己人的情况 美军作为近代 参加各种战争最多的军队 误伤有军的事件也是数不胜数 据统计各国伤亡的士兵 误伤造成的就高达10% 而美军则是高达20% 在战场中的误伤非同小可 轻则受伤退居二线 重则命丧皇权 美军的一位四星上将 就曾被自家的轰炸机炸死 这位死得不明不白的陆军四星上将 名为莱利斯·麦克奈尔 他的阵亡创下了二战中 死亡级别最高的将领这一纪录 1944年6月 由着大兵将军美裕的 美国第一集团军司令 布雷德利决心发起眼睛蛇行动 打算在地面部队发起进攻前 触动轰炸机对德军阵地 实施地毯式轰炸 从而打开德军防线缺口 在向前配进的美军队伍中 就有莱利斯·麦克奈尔 当时他是美军陆军中将 值得一提的是 麦克奈尔不是来前线指挥打仗的 而是特邀嘉宾 为同为细点军校的校友 布雷德利观战助威 可以说是躺得也中枪了 随着布雷德利一声用下 行动开始 美军1500架B-24重型轰炸机 和550架战斗轰炸机轰鸣中起飞 在美军前阵地 大约4英里长 2英里宽的地段 投下了4000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 对敌人进行地毯式轰炸 威力惊人 场面震撼 不过在轰炸过程中 由于美军重型轰炸机机组 没有受过中低空战术支援轰炸的训练 高空投弹多次跑偏 不断有B-24重型轰炸机偏离目标 将炸弹投错在美军阵地 据司令布雷德利回忆 当时漫天都是偏离了 寂静轨道的炮弹 麦克奈尔正在壕沟中躲避 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 正巧一枚炮弹 就落在了他所在的壕沟内 麦克奈尔如同烟花一样 被打到空中当场阵亡 在这场轰炸中 共有110名美军士兵 被自家B-24轰炸机炸死 490人被炸伤 一名经历过这场误炸的 随行记者后来回忆 这绝对是我熬过来的 最恐怖时刻 过不担心 两周后 麦克奈尔的儿子在关岛 被日军狙击手杀死 在麦克奈尔牺牲十年后 美国国会追授其四星上将军衔 不过他长年的 法国诺曼迪美军公布 并不知道这一变动 直到2010年 才把墨碑上课的 中将军衔改回来 而麦克奈尔作为四星上将 也成为埋葬在此公布中 军衔最高的军人 感谢收看《零度军舞》 期待你的关注 下期见 拜拜